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的是工程力学的第四讲 关于摩擦的部分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开始的是 我们的知识点1 滑动摩擦和滚动模组 那么在这个知识点1 我们有两个小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滑动摩擦 第二个是关于我们的滚动模组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 到底什么叫做摩擦 或者什么叫做摩擦力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都知道物体的表面 都具有一定的粗糙度 当两个物体沿着接触面的方向 有相对运动的趋势 或者说相对运动的时候 那么接触面之间所产生的 关于这种运动的阻力 我们就把它叫做摩擦力 那么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 关于摩擦力的这样一个现象 有的时候其实摩擦力是好的 比如说我们摩擦可以发生光和热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利用摩擦 进行转木取火 另外我们的转木取火 我们的汽车轮胎我们增加了花纹 然后利用这个花纹来增加摩擦力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摩擦的好的地方 还有比如说我们汽车离合器 就是用摩擦来进行结合 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看得到的 关于发动机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 所用到的传通带 那么传通带 我们利用摩擦来传递动力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摩擦是有害的地方 我们需要防止的摩擦 比如说摩擦经常会导致我们零件的破损 甚至破损的厉害了 这个零件就彻底报废了 然后呢 根据一个统计 在全世界的这个能源的消耗里头 其实有30%到40%都是消耗于用来克服这个构建之间的这个摩擦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摩擦 大家都知道在冬天产生静电 在这个静电的情况下 可能会引起很多电子元件的破坏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滑动摩擦 滑动摩擦 从它的这个名字上大家可以发现 滑动摩擦力就是两个物体接住的时候 如果他们沿着这个接住面 有相对滑动的趋势 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相对滑动的时候 在两个物体的接住表面 产生的这个障碍这个接住面相对滑动 或者相对滑动趋势的这样一个切向的阻力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滑动摩擦力 那么相对于滑动摩擦 或者说相对于这个滑动摩擦的这个趋势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又把滑动摩擦力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是我们的近滑动摩擦力 近滑动摩擦力是指的两个物体表面 虽然说它有相对滑动的趋势 但是呢仍然是保持相互的静止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沿着接住面所产生的切向阻力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这个时候两个物体还是相对静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动滑动摩擦力 两个物体表面有相对的滑动 那么这个时候沿着这个滑动的这个接住面 所产生的切向阻力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近滑动摩擦力也好 还是动滑动摩擦力也好 那么它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呢 显然由于我们产生的是阻力 某一个物体所受到这个滑动摩擦力的话 一定是和它这个物体可能出现的 相对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运动 不是绝对运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定义了这样一个摩擦力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摩擦力的大小是多少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刚才谈到了方向 谈到了它的产生的来源 那么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物体 受到了一个法向的F1 这样一个推动的情况下 可能的摩擦的情况 如果我们这个物体没有产生相对滑动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在一个相对静止的这样一个状态 根据我们受力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F 我们的摩擦力 近摩擦力 F 是和F1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 根据我们平衡可以得出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这个F 或者说我们的近摩擦力的话 它是根据我们的平衡条件来得到的 也就是说 外部施加的切向的推力有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近摩擦力 它的大小就是多少 那么当然 我们随着外部 这个切向推力的这个增大 我们的这个近摩擦力 它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大 那一定是有一个范围的 或者说我们就把这个范围叫做 它这个近摩擦力应该小于等于某一个系数 乘上我们的法向力的大小 那这就是我们最大能够达到的值 我们这个随着这个F2往前推 那么最大只能够我们的切向力 或者我们的切向摩擦力 只能达到这么大 那么这个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近摩擦力 我们就把它叫做最大近摩擦力 它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滑块将要滑动 就是马上要滑动 但是还没有开始滑动的 这样一个临界的平昏状态下的一个 最大的近摩擦力Fmax 那么康昌我们看到这个公式了 这就是我们的库仑摩擦定理 那么我们这个Fmax 它实际上是和我们的材料 或者说和我们的这个法向力是成正比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库仑摩擦定理 Fmax等于Fs乘上Fm Fs就是我们的近摩擦系数 一旦这个滑块动起来了 按照同学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文体验 都会发现 这个一旦你推一个什么东西 一旦推动了 那么继续往下推就很容易了 这个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日常的认知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一旦动起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种运动状态 那么我们把这种运动状态下的 这个滑动摩擦力呢 我们把它的大小呢 就可以按照这个公式来进行表达 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滑动摩擦力 Fd这个d就是我们的动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dynamics Fd Fd等于Fd乘上Fn 就是说我们的动滑动摩擦力 是正比于我们的动摩擦系数 和我们的这个法向力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来说 这是我们的日常的认知 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认知 我们的动摩擦系数呢 都是比我们的进摩擦系数来小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 大多数材料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 我们平时一推一个东西 刚开始推的时候很费劲 一旦这个东西动起来了 我们推起来就比较容易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动摩擦系数 一般来说要小于我们的进摩擦系数 那么另外呢 我们会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的摩擦角的概念 摩擦系数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这个摩擦角的概念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有趣的也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我们物体所受到的 这个力的情况 它受到一个法向的 往下的一个压力 和切向的这样一个推力 或者说一个拖动的力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法向的约束力FN 反例 法向约束力FN 和我们的摩擦力FS 把它画出来 然后把这个FS和FN 我们做一个合成 那么这个合成所得到的FRA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支撑面 对物块的全约束力 那么这个全约束力 和我们的法向的方向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φ的这样一个夹角 是不是我们这个φ的夹角 可以任意的变化呢 是不是这个φ的夹角 比如说如果没有FS的话 那么这个φ角应该等于0 或者说如果我们这个FS很大 FN几乎没有 那我们这个φ的夹角 不是就是水平方向了吗 那么就是90度了吗 那么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FS实际上 是有一个最大值的限制 就是我们的摩擦力 对吧 刚才大家已经讲到了 这个净滑动摩擦力 它是有最大值的限制的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净摩擦系数乘上我们的法向力 那么就算是我们动起来 它也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φ角的取值 实际上是有一个范围的 这个范围就是我们这个FS 能够达到最大的这样一个范围 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φ角 只能够达到刚刚好 可以动的那一点的那个角 一旦动起来了 这个FS没有办法增加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φ角不会增加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 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式 当物体处于这个临界平衡状态的时候 我们这个全约束力和法线的夹角 所谓的tangent phi f 那么一定是等于它的fmax 就是我们的最大净摩擦力 然后除以我们fn了 那么又知道这个最大净摩擦力 实际上是等于fs乘上fn的 那么fs乘上n再除以fn的话 那么就得到了我们的这个fs 那么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这个最大的夹角 实际上是和fn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它这个夹角 只取决于我们的进步滑动摩擦系数 那么这个夹角的正切呢 就是我们这个全约束力 和法线夹角的正切呢 是等于进步滑动摩擦系数 如果大家想象 刚才我们画的这个平面图 如果画的是一个三文的情况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随便怎么方向去推它 只要是随便方向推 对吧 那么实际上就在三文空间 里头就形成了一个锥 我们这个能够达到这个fi角 转一圈嘛 就形成了一个锥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这个摩擦角呢 叫做摩擦锥 那么这个摩擦锥的含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任意的一个全约束力 或者任意的一种 受到摩擦的情况呢 那么这个全约束力的 这个作用的范围 一定是在这个锥角之内的 就它不可能超出这个锥角 最多刚刚达到这个锥面上 那么有了这个摩擦锥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 在工程当中也会经常看到的 或者非常有用的 这样一个制锁的现象 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fr 它如果你施加上这样一个fr这样一个力 那当然我们fra这样一个反力 也在这个圆锥角之内 如果你施加的外力 其实你是可以外力的合力吧 就是我们的发向力和切向力 如果这个外力的合力 在这个摩擦锥之内 那么不管你怎么样用劲 它都滑动不了 同样的反过来 如果你这个外力的合力fr 不管多小 只要在这个锥面的外面 那么轻轻的一推 那么这个物体就可以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fr 它只能够在这个锥面内 对吧 它只能在锥面内 那么你如果你的外力在锥面外的话 那么它不管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平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制锁现象 或者说滑动现象 那么这个制锁现象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 或者过程中经常看到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沙土 或者粮食这样的一些颗粒状的松散的物质 那么它能够堆起来最大的坡度 不管你怎么堆 你堆得再好 它堆的最大坡度都是有一定限制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大家可以 现在就猜得到了 那么这个最大的坡度 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这个近摩擦脚来确定的 只有这种情况下 它才可能制锁 否则的话 它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这个堆起来的这个坡就垮掉了 同样的在我们这个铁路的轨道里头 我们的路滴啊路芡啊 这些它的边坡的角 实际上也是必须是考虑到我们这个制锁现象 就是必须要满足我们这近摩擦脚的这个情况 它不可能再更大了 不可能再更大了 只能有这么大 根据我们这个材料之间的这个最大近摩擦脚 那么利用我们这个摩擦 制锁或者摩擦脚的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测地摩擦系统的方法 当然测地摩擦系统的方法有很多种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锁的条件来测定它 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滑块 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鞋面上 那么刚开始要当上水平的 然后我们慢慢地推动它 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这个对顶角 夹角θ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几何上的这样一个原理 当我们慢慢地推动这个 或者慢慢地向上转动我们这个鞋板的时候 这个物块 当它转到某一个临界角的时候 这个物块就会开始产生滑动了 这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这个鞋面制锁这个条件 它就可以开始滑动了 当然慢慢地往上滑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图非常的简单 那么当它一直往上滑的时候 当你的θ角刚刚达到我们的phi f的时候 就达到我们制锁角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物体就处在一个零件滑动状态 那么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零件滑动状态 换句话就是说 你把这个角稍微再往上推一点点 这个物体就开始往下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这个phi f 那么phi f实际上tangentphi f就是我们的fs 就是我们的基本滑动摩擦系数 那么这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滑动摩擦 或者利用制锁条件来做摩擦系数 彻底那种非常简易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斜面的制锁条件 那么另外一个 实际上这个我们常见的螺纹也是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的螺纹也是 你把它展开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斜面 同样的 我们螺纹的制锁条件也是一样的 就是θ应该小于等于phi f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了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螺纹的制锁条件 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螺纹的时候 特别是在经常用到千斤顶的时候 那么千斤顶的这个角度 它的螺纹的角度 那么就必须要满足这个螺纹制锁条件 因为当你顶上去之后 你不希望上面的滑块 那个沿着这个螺纹面往下滑 这样是非常不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设计这个千斤顶的时候 我们这个螺纹的制锁条件 我们这个螺纹的角θ 那么一定是要小于我们的这个摩擦角 或者说我们探紧的这个phi f 一定要满足我们f的s这样的条件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到了我们关于知识点1里的第二个小部分 我们的滚动模组 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知道 我们要一个物体把它滚动起来 比它滑动起来要省力的多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滚子 放在平面上的 那么它是受到发向力 对吧 发向的核载p 然后我们的支撑力fm 当我们在中心点施加一个 切向的这样一个推动力的时候 或者切向的拉力的时候 那么如果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如果我们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摩擦 进滑的摩擦知识 那么它和表面接触的这个fs 那么一定是要和这个运动的方向相反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 大家可以稍微试考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轮子能够平衡吗 那么显然这个地方就出现问题了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做一个受力分析的话 在发向方向上没问题 对吧 这是可以平衡的 那么在切向方向上 当然也没有问题 sigmafx也是等于0的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f和我们的fs 组成了一对粒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往前 动的 它是有一个利偶的 这个东西会滚动起来的 对吧 那么滚动起来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滑动摩擦的这种情况来进行分析了 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了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不管水平里f多么小 这个物体都不能平衡的 就算你摩擦里fs和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为它对点a的这个g它平衡方程永远都无法满足的 因为fs是经过a点的嘛 对吧 那么这个f肯定是怎么都没办法满足它的g的平衡方程的 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刚才我们考虑这些接触面都是按照钢体来考虑的 没有考虑它的变形 那么实际的接触面 它在力的作用下会多多少少都会发生一点变形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你只受到发向力的话 那么在a点这样的一个微小的变形 那么这些变形之后一些支撑力 这些支撑力的合力是指向我们的p的方向和p产生平衡的 那么当你有切向力的时候 您可以直观地想象 那么我们这个变形的情况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变形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力 或者说和接触面的这样一个分布力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合成的话 那么如果要让它平衡 我们这个f实际上它真正硬上的这个方向 它不会在那个接触点的那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倾斜 那么这个倾斜呢 那么根据我们三立会胶平衡的这个原理的话 这个fr就是我们底面的这个接触面 所产生的这个合力的方向呢 它一定是要通过圆心的这个物体才能够平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用我们的力线平移力 把它平移到我们的接触面 因为毕竟我们那个接触面是我们直观的 或者说我们如果做一个分析的时候 最容易找到那个面 那么当我们把它放到接触面的那个接触点的时候 把它平移过去 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 根据我们力线平移力里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附加的一个矩 那么这个附加的矩 我们就把它叫做我们的滚动模具 或者滚动模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fr 在a点就是fr做一个分解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到分解完了之后 那么fn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支撑力是一样的 fs跟我们原来的这个切向的这个摩擦阻力也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得出来 我们的平衡方程可以列了 sigma fx等于0 那么我们的切向的拉力或者外力作用 那么和我们fs是一样的 如果他们要平衡的话 那么这个一样的 这个fs也是跟我们前面一样 它要满足这个小于我们的最大进摩擦力的这样一个规则 那么最多能够达到fs乘上fn 那么法相力当然没有问题对吧 法相力这个是太简单 在这就不列这个方程了 那么对a点的力矩方程就可以列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多了一个 由于这个实际变形所引起的附加的一个m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m可以和我们之前那个力去平衡了 那么平衡式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m减去fr代表力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附加的这个m呢 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限制的 因为它也是一样的这个条件 要小于等于一个mmax 这个最大的这个mmax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把它叫做最大的滚动模组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滚动模组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mmax呢 它是有一个力偶的这样一个单位值的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又把这个滚动模组呢 叫做滚动模具或者滚动模组力偶 那么它呢可以用 那么这个大家猜都可以猜得到对吧 那么它显然也应该和我们材料的接触 材料以及我们fn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对比关系 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个fmax等于delta乘上fn这样一个式子来描述我们的最大滚动模组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个delta它的物理含义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我们这个m的出现实际上是由于我们这个fr 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在那个接触点上 它是指向原心的 那么这个把它平移到我们接触点的那个位置 这个平移的距离实际上就是我们的delta 由于我们这个变形接触变形所产生的附加利偶 那么这个利偶的这个delta就是我们delta的物理含义 显然如果你按照我们后面这种分解 下面刚才这个分解的话 这个delta应该和d应该是一致的 大小是一样 大小是一样 OK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delta就是一个长度量缸 它就是一个长度量缸 我们把这个delta呢叫做滚动模组的系数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滚动模组系数 其实和我们之前的这个滑动摩擦系数也很类似 它和这个两个物体 就是说我们滚子和支撑变的材料的硬度啊 湿度啊等等其他的东西相关 那和滚子的半径是没有关系 一旦我们对物体的这个材料 它的确定了 它的滚动模组系数确定 常规上来说 相对于我们的滑动摩擦 我们的滚组 它的这个利偶距是非常小的 那么工程中大多数的滚组利偶距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个好像滚动起来 比滑动起来要容易的多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刚才是这么说了 我们看看公式上 为什么使得这个圆轮滚动 比滑动更省力的原因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临界的滚动状态 轮心的拉力是F1的话 这个时候 它的Mmax 是等于delta乘上Fn的 换句话说 也等于我们的F1乘上R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F1呢 就等于delta乘以R乘上Fn 那么如果是一个临界的滑动状态假定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一个F2 那么这个F2呢 应该是刚刚好等于我们这个 净滑动摩擦系数所引起的这个净滑动摩擦力 或者最大净滑动摩擦力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非常明显 F2等于Fs乘上Fn 那么F1和F2的这样大小关系呢 那么一般来说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我们delta是远远的小于R 那么delta除以R 一般来说是小于Fs 甚至有的时候是远远的小于Fs 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知道 那么F1一般来说比F2要小得多 那么这个就是同样的 是我们这个一个轮子滚动起来 比是一个轮子滑动起来 要省力的多的原因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所讲述的全部内容 那么本讲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同学们